好,各位同學,早上 各位早上 我們今天會講講一些通識議題 龍Sir,近期有什麼熱門議題可以分享一下 過去這個月最熱門的就是克里米亞事件 咦?克里米亞巨民那些人搞公投 是啊,大家又想想 克里米亞現在合併了去蘇聯俄羅斯 究竟對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不要以為俄羅斯跟你們很遠 我們看完影片你就知道有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一起去片 一起去吧,1,2,3,去片 克里米亞呢? 為何,龍Sir,你會用到這個PowerPoint去解釋? 這裡可以看到中間有烏克蘭 哦,這個就是烏克蘭 而下面這裡可以畫嗎? 可以 而克里米亞就是下... 不是,說錯了 就是下面這一塊 克里米亞就是下面這一塊 好,我們先圈著這一塊 下面這一塊 哇,嚇你了 那這隻紅代表什麼? 這隻紅 你看看頭頂的國旗就知道了 應該是... 要看頭頂的國旗 對,俄羅斯 俄羅斯是代表紅的 咦,似乎大家在這裡爭的圖 對了,還有兩個人在左邊 這兩個人大家有認一下 咦,有頂這樣的帽 我猜就不會覺得 很明顯 而下面就是... 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 好,原來這裡那麼多人稱讚 為什麼呢? 好,我們又看看 究竟烏克蘭、克里米亞 究竟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 接著右邊有一個箭咀 這就是我們中國和香港 這個位置 對 而烏克蘭、克里米亞又在哪裡呢? 左邊的箭咀 哦,這裡 對,所以地地上也不算太近 哇,距離這樣計算 對 如果去真的要七小時 對,不過呢 克里米亞這個事件 其實可以說 跟我們歷史上的中國有些關係 歷史? 剛才我們看了 外蒙古就在這裡 而克里米亞在這裡 似乎在這麼遠距離 在古代人來說 應該很難有關係 那不如看下一張 這位人兄 成吉思汗大家 讀歷史都知道 其實就是建立了蒙古大帝國的成吉思汗 原來他的樣子 我還以為他會再威武一點 你看看 他那個年份 其實距離現在八百年 一二零六年 對,那又為何跟我們中國有關呢? 即克里米亞好像也說不上關係 是啊,我也不知道 是否下一半看 再看 好,那當時蒙古帝國 就不僅佔領了很多亞洲地區 其實他的勢力範圍 亦都去到東歐那邊 哇,那個版圖是否比現在的中國大? 大很多 大很多 大很多? 我們如果用現在中國 我們大概在圖上去到哪個位置 如果現在中國 就大概 我想 這個位置 大多 哇,他當時佔領了這麼多地方 對 大家又看到 左邊 藍色的墊桌 其實就是克里米亞那裡 即是當時原來的版圖 已經是去到克里米亞 沒錯 好,後來蒙古帝國瓦解之後 剩下的蒙古人 亦都在克里米亞那裡 建立了克里米亞韓國 即是當時 蒙古滅了之後 他就自我獨立了出來 變成一個自己照顧自己的韓國 甚至乎他自己會打仗 克里米亞韓國 當時不是太差的 他曾經派軍隊去攻陷博師科 而他們其中一個收入很特別的 就是去抓俄羅斯的人 做人口販賣 賣去土耳其 賣去西歐那些地方 高中的同學 你記得原來人口販賣 不是近期發生的 在1572年已經有出現 所以俄羅斯人 和克里米亞那些 塔坦人 即蒙古的後裔 其實已經是世仇 他們是不是在打仗 是的 這是世仇 有一個仇恨在中間 對 好 說回現在的克里米亞 大家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克里米亞的塔坦人 即蒙古人的後裔 佔比例很少 只有12% 反而佔超過一半是俄羅斯裔的人 大家要猜一下為甚麼 俄羅斯裔為何會去那裡 會不會是因為世仇 即是那些塔坦人 最後最後被俄羅斯裔 被俄羅斯人趕走 那他會趕走那些人 放回自己的人 那俄羅斯 突然之間 他佔了那麼多人 都是俄羅斯人 其實在18、19世紀 俄羅斯勢力已經很強大 已經把克里米亞 納入了這版圖 但當時仍然是塔坦人 在那裡居住為主 到了第二次大戰 希特拉就攻蘇聯 塔坦人就幫希特拉 希特拉後來輸了 所以當時的蘇聯 就把這些塔坦人 整個族群懲罰了 要將它流放去中亞洲的地方 難怪最後那些塔坦人 就沒有了那麼多 變成58.5%俄羅斯裔的人 所以現在俄羅斯人就佔多數 這版本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對,沒錯 所以現在他們公投 都是俄羅斯人贏的 因為俄羅斯裔的人 佔多數 那這個地方 那麼多年 那麼多爭議 到現在有這樣的結果 都是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 沒錯 和歷史很有關係 會不會有其他原因 導致烏克蘭裡的克里米亞 那麼多人爭的 如果你看回地理位置 其實烏克蘭就在俄羅斯旁邊 而歷史上 克里米亞過去的二三八年都屬於俄羅斯 但是在一九五幾年那時候 仍然是蘇聯時代 對,當時蘇聯領導人就把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 哦,送給他嗎? 對 其實所謂的送都是先放在那裡 對,當時沒所謂的 仍然是蘇聯時代 但是到了一九九二年 俄羅斯蘇聯瓦解的時候 克里米亞仍然是歸屬於烏克蘭 這幅漫畫 你可以看到 正宗那裡有克里米亞 對了,這個就是克里米亞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軍艦走出來呢? 而現在俄羅斯的海軍 其中有很多都駐守在克里米亞 是一個海軍基地 所以俄羅斯就一定不會放手 哦,這個軍事基地 就是他可以跟列強有些角力 我們看看這裡 如果我們在這裡有軍隊 他可以保護到這些位置 對,還有俄羅斯這個 叫做黑海艦隊 也可以出去地中海的地方 這裡是有路出去的 對,有路出去 再由地中海到大西洋 如果不在這裡出 他是不是沒有其他方法 俄羅斯現在在歐洲的主要軍港 就是在克里米亞那裡 其他軍港在冬天就會結冰 這個也是戰力重點 沒錯 我剛才看,我們除了看到很多軍隊出來 他還有一個氣氛 這條喉又是為什麼 這個代表就是天然氣 因為俄羅斯的天然氣是比較豐富的 有很多天然氣 所以也會提供給烏克蘭 也會經過烏克蘭提供給西歐的地方 譬如德國、意大利 是否就是這樣去的 沒錯 俄羅斯的天然氣、自然就是這樣去的 對,就是經過烏克蘭這樣去的 這條支節是否可以透過他的船運出去 也都可以的 不過現在他們有另外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又不知是怎樣 現存的天然氣 西歐有四分之一都是來自俄羅斯 那… 是 而他們再做一個計劃 就是大家看到有一條藍色的 這個就是在克里米亞南邊 那裡 嗯 那這一條的… 它是海底書 是的,透過海底 然後可以去到意大利或者奧地利那些地方 那如果他們公投員 變成俄羅斯的國… 即是國土之一 那俄羅斯就可以在這裡 保護自己的一些能源貿易 是的,沒錯 因為俄羅斯的主要收入 其實就是賣天然氣、石油 這些東西 現在國橋不用被人抽水 對 嗯 好了,那說回來 跟我們中國有甚麼關係 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中國現在有第一艘航空母艦 叫做遼寧號 但是這艘航不是我們中國做的 原來就是… 當時就是… 在烏克蘭那裡買回來的 那我們中國就再改建這樣 哦 那… 現在我想大家的手機都有GPS 但是GPS是屬於美國的軍事系統 其實一部份來的 我們中國現在也發展了自己的 導航系統 就叫做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是的 相信在20年前 蘇聯瓦解的時候 其中有一部份的軍事人員 以及資訊人員來到中國 幫忙建立這個北斗導航系統 那就是原來烏克蘭裡面 克里米亞對我們中國也有恩 在這方面 也可以這麼說 另外現在我們有殲10 殲20這些戰機 而… 也就是了 那個發動機 其實最主要的發動機 都是由烏克蘭的科學家 幫他們中國去建立的 哦 那最後 現在克里米亞公投完的結果 就是他要… 他是獨立 不再是烏克蘭領土 那就算是俄羅斯的部分 那中國在這件事裡面 角色又是怎樣的呢 表面上俄羅斯好像是一個贏家 但是呢 美國和歐洲也開始要制裁他 而俄羅斯的經濟 其實也不是那麼強的 那所以呢 俄羅斯現在的策略呢 照推論 他一定要拉攏中國 希望呢 中國和俄羅斯 合作對抗歐美的國家 嘩 手仔都拖起來了 他們拖起來了 游走在列強之間 對 那所以呢 中國呢 可以這樣說 在這個克里米亞獨立事件 它基本上沒有甚麼損失 反而得到俄羅斯的拉攏 另外還有一件事 近這幾年 美國就說了 要將軍力放在亞洲 叫做重返亞洲 那所以呢 近這一兩年 釣魚台事件 我想大家都聽過了 是啊 日本和釣魚台和中國的爭拗 現在美國又介入了 好似是不是 那呢 如果歐洲那裏 比較混亂 那美國呢 也都可能 要將一部分的軍力 調回歐洲 這樣呢 減輕了 對中國的軍事圍堵 那大家看到了 有兩條 一條紅色 一條綠色的 對了 紅色就是 他希望在這裏造成一條鏈 是的 是不是屬於鎖國政策 沒錯 希望在中國的東邊 出海的地方 就圍堵中國 那為什麼要當一條綠色的鏈呢 對 萬一如果中國 譬如潛艇和戰艦 攻破了第一個島鏈 出去了 那美國還有另外一個準備 例如Plan B 它有第二島鏈 所以美國很保險的 一定要圍住中國 不讓中國發威的 好了 同學們 記住了 我們原來看一件事件 不要只看表面有沒有公投 我們看看歷史原因 看看能源考慮 還有現在的國際關係 那你讀書就會開心些了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希望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時事議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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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